今天是大年初五 赢财神的日子 恭喜发财 没有跟大家聊聊天了 最近我们拍的很多题材都是关于摩托车的 其实除了摩托车我也在骑自行车 然后今天我就想带大家去古城逛逛 其实在相近小道上骑自行车特别开心 特别舒服 然后现在青麦不冷不热 其实今年青麦旱季的天气还是蛮舒服的 然后天气也不是特别热 照理说现在应该是慢慢慢慢应该要偏热了 但现在差不多是早上九点钟 我穿个短袖的洗心服 其实还稍微有一点点凉 今年我的侧重可能会把之前很多介绍青麦的一些视频 它的重心转移到我自己个人的生活 因为说实话 那时候刚来什么都新鲜 所以我觉得我还是都拍一些关于我个人自己生活的一些视频 另外一方面就是说我想留下一些 给自己自己留下一些东西 若干年后 反过头去看看 四五年前 我是什么样的 Quinty是什么样的 如果大家更关心青麦当地生活 或华人圈子的生活的话 可以去听我们的G9电台 因为我们G9电台 其实就是以前村民日记的一个升级版 因为村民日记的话 一般视频 你如果做到十几分钟的话 说不了太多的内容 但是G9电台 我们就可以把很多东西聊得很透彻 然后更了解嘉宾 更了解我们在青麦的生活 现在我们挺喜欢录电台节目的 因为那是个很轻松的状态 对于我来说 我不想把做视频成为我一个负担 我想更快乐的去做视频 因为对我来说 视频这个东西就是分享 如果一旦把视频这个东西作为一个 怎么说我的工作 或者说一个任务的话 我可能就做的并不这么开心 而且可能内容也没那么轻松了 所以我觉得除了做视频之外 我还是得保留我自己的生活 自己的娱乐 自己的快乐 今天做了一件很傻的事 出门的时候 钱包没带 然后口罩也没带 就导致我现在7M也进不去 想喝水只能找路边摊买了 然后付钱 只能用手机电子支付了 如果在以前的话 在国内就完全没有问题 就是有手机就可以做很多事情了 那时候刚来泰国的时候 总觉得国外的支付 肯定没有我们国内的方便 但现在其实我就带一个手机 我出门的时候就带了个AirPods跟一个手机 然后其他什么都没带 不过没事 现在有电子支付在清卖还是能行得通的 然后我们说到看房日记 很多人都在问我看房日记怎么不更新了 其实我们有拍一些豪宅 但是没有用我们以往通常的那种手法去拍 然后是拍成那种小短剧一样的 但是最近一直忙起摩托车 都没有去剪 没有时间去配音去剪 之后会上 那个片子一直还在 一个豪宅 然后现在因为疫情 很多的开发商都放缓了开发的脚步 甚至有些小的开发商就 把一些开发的项目就暂时关闭了 所以说目前来说没有什么我特别看得上的 有几个有几个我还在看 之后会拍 然后我们现在已经来到古城了 中国新年 今年泰国已经把中国新年列为国定价了 其实我觉得挺好的 泰国人最近这两天我们在外面吃饭 看到好多泰国人穿的红色的那种 怎么说呢 像糖装一样的 坐在一起吃饭 所有女孩子都穿的红色这种糖装 特别喜情 中国新年我们肯定要去Chinatown 青麦的Chinatown就在瓦洛洛那边 那今天年初五可能没有像之前两天那么热闹 这边是青麦门 青麦门一直都挺热闹的 但是古城里面最有名的还是塔佩门 塔佩门喂鸽子 古城现在说实话 真的挺萧条的 还没有我们居住的地方热闹 其实在青麦居住区域没有受太大影响 就该生活的还是生活 该有集市的还是集市 没有太大影响 但古城 马亚 宁曼路这边 基本上就是受影响特别大 好最近很多观众看到我们骑自行车 骑摩托车 就特别想加入我们 其实我是觉得一切都随缘吧 也不要去很刻意 因为我也不想把人数扣得特别大 因为大家在国内都玩过这种团体车队 人一多了就容易搞分裂 搞矛盾对吧 我是觉得小团体玩玩挺好的 如果有缘我们自会相见 然后也不说加入我们吧 就有缘分可以在一起玩 对吧 有时候有些并不是说你不好 或者说我不好 只是大家可能有时候合不来 那就没必要去勉强 对吧 所以我是觉得开心最重要 我们先过马路 我们现在来到塔佩蒙了 我还是那么多鸽子 所以我现在做很多事都随缘吧 我相信一切都有安排 所有东西都不要去强求 我们现在已经在瓦洛洛的旁边了 然后这边的按摩店 咖啡馆都全部关闭了 真的整整一年了 我上次来拍这边的时候 也是疫情过后没多久 你想到现在差不多应该快一年了 但特别奇怪的就是 你看对面这家咖啡馆 然后之前我跟小蕾一直来喝过 是小蕾朋友 他们是做泰国人生意的 就完全不受影响 然后这边所有的像这家店 这家店听说也是个网红店 但是平时人会特别多 因为现在太早了9点多钟 很多人还没起床 因为在泰国的话 他们基本上都是要到中午 中午才会起床 所以这条路就是通向瓦洛洛的 很多来清迈旅游过的人 对这条路应该是非常熟悉了 然后我之前有推荐过的一家 吃冰的店 就是前面 正前方 这家店我们经常会来吃 就是这家店 我们经常会来吃 然后这边有一家店特别有意思 就是 现在本田的Monkey HondaMonkey125 在本田专卖店里面 是没有的 只有在这种小店里面 它是一家 Cup House 然后里面专门卖幼兽 卖猫 卖猴子 就这边有 但是我们去本田店没有 里面很多改装件 因为我们今天没戴口罩 没戴口罩我们也就不进去了 现在清迈虽然说 疫情控制的不错 但是路电 像Seven那些 你还必须戴口罩 还必须要量体温 这条路特别有意思 大家有没有发现这条路是跟中国的一样 是靠右行的 因为清迈是靠左行的 然后这边是只有这一条路是靠右行的 然后我听说只是听说 因为这边有很多老爷车 也有很多国外进口的一些车 听说好像是左舵的车 也能在泰国行驶 因为我看到有很多美系的这种左舵的车 他们也在卖 也在有正规牌照 也在路上行驶 然后这边就是瓦洛洛 瓦洛洛类似一个批发市场一样 说实话我们平时很少来 游客会偏多一点 但瓦洛洛好像 好像也没有特别人了 可能是今天已经年初五了 可能是疫情的关系吧 以前在这边 过年时候好像都有五龙五世 但是今年可能都不会去办这些东西 那我今年还在担心 想今年的破水节 送干节会不会举办 真的去年没有办 一年没有办很可惜 然后今年如果再不办的话 连续两年 还是挺好玩的 真的破水节还挺好玩的 像我爸妈 包括阿姨啊她妈 都在盼望这个破水节 那个气氛 节日气氛特别浓烈 然后我们待会沿着河边 平河边骑回去 我带大家去吃一碗 鱼肉面 因为我自己也没吃过 之前小韩跟我说过那边 一直没有机会去 然后今天中午午饭 我们就到那边去吃 早午饭吧 现在还早 我们先去尝一下 这个面到底怎么样 不好吃打死他 有时候一个人骑起自行车 挺开心的 我有时候挺享受这种 孤独的感觉 然后听个音乐 一边骑行 看看身边的风景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这种 类似于MOTO VLOG的方式 就是看青麦 因为现在疫情 很多观众跟我说 来不了青麦 特别想见青麦的一些地方 所以我觉得 如果大家有什么想看青麦的地方 可以留言告诉我们 我可以近一点的 我就骑自行车 远一点的 可能我就骑摩托车 用这种第一视角的方式 大家看一下现在青麦 这些地方变成什么样了 其实变也不会怎么变 青麦 它变化没有那么快 但是也就是这一点吧 我特别喜欢青麦 它没有这种 三年一小变 五年一大变的这种 这种巨大的变化 明天我要跟一个上海的 大哥 刚来青麦 然后我们要明天录一集Podcast 聊一聊 我们 儿时记忆里的上海吧 我为什么喜欢青麦的 还有一点 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我在青麦 找回了很多 我以前 童年的记忆 大家知道我是个很怀旧的人 就是我买很多的车啊 很多的东西 都是有一个情怀在的 在青麦 我找到的很多 就是类似一样这种 嗯 邻里之间的这种 neighborhood那种感觉 还有一些 就是我们小时候 吃到的一些味道 小时候 嗯 经历过的一些环境 然后在青麦都找到了 所以你说青麦 就泰国吧 你说怎么发达嘛 不至于 但是它就是保留了很多 很多回忆 当然我的回忆不是在泰国 但是很多东西都是相通的 就是这边很多东西啊 呃就像前两天我看那个 陈南青老师的视频里面也说 他们插队落户啊 上山下乡啊 那时候吃的东西 呃可能很简单 就是一些土豆啊 那些最基本的一些东西 我们现在可能都看不上眼 但是他说那个时候这些东西是 呃什么叫好吃的东西 现在很多孩子可能都感受不到了 就那时候的 我们小时候吃的番茄 跟现在超市里买的番茄 是不一样的 我们小时候吃的番茄 可能跟现在我们在青麦吃的番茄 呃味道是一样的 呃这个是很多呃刚来青麦的人有一个共识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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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en 嗯嗯嗯嗯嗯 大家可以看到前方的 这里前方的速贴山已经看不见了 这是清迈的烧山记 但一旦到了雨季马上就蓝天白云 我记得去年雨季的时候 清迈这边美国AQI指数0 那空气好的时候真的是特别好 那空气不好的时候 一切也不怎么样 我们到了鱼丸面 路边不起眼的一个 这店不小不算小店 我们进去吃吧 他们这边有各种各样的不光一种面 有好几种 这边还有 这个什么 芒果八能点心 还有桂林糕 而且这边都有中文的 中文在这边是越来越普及了 差不多40株到60株左右 也有七十八十五的 我点的是一碗汤面 但这边很多都是把汤面跟汤给分开的 我们把汤给倒进去吧 可能是分开吃的 但我喜欢倒进去 我们尝尝看 这个面就像港式云吞面里面的这种 甜水面 有点脆脆的 有点脆脆的 怪不得还在鱼碗面 这鱼碗真好吃 还在鱼饭 这鱼饭 真好吃 真好吃 就是量少少了点 哇 这个 这个东西真的是 它有鱼碗鱼饭 这个应该算鱼饺吧 好像听说 这个鱼饺 外面的皮都是拿鱼做的 有点像燕皮 燕皮温饨 哇 这个鱼饭面真的是要强烈推荐一下 这个面其实有很多地方都有这样的面 但这个鱼饭是我目前在清白吃过最好吃的鱼饭 没有之一 真的 真的不错 大家有空的话可以来尝一下 我会把地址贴在视频上 对了我没有带钱包 所以我们只能用电子支付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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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饭饱之后我们就回家了 现在差不多已经10块12点了 回家洗个澡 下午睡一会儿 这就已经蛮生活 所以没有特别忙碌 没有特别上进 也没有特别激进 开开心心就行了 开开心心身体健康 虽然今天是大年初五 我觉得我还是很喜欢 祝大家开心健康 钱多有多用 少有少用 开心健康最重要 然后我们下期见 拜拜 怎么办 你怎么没那么多用 有点